嘉义街外二,1927年,有彩画部15号 嘉义街外二,是温宁妈祖庙旁的一段路 创作时间应该和温宁妈祖庙一样 因为画幅很小,可能是假期的作业 也可能是大幅作品之前的小作品 大幅作品多准备参加地展 此景是温宁妈祖庙的庙后村庄 路面采用一点透视法 电线杆上的白瓷罐,除了点缀之外 可以显现逐渐降低的透视作用 马路的近端有一群人,似乎是小孩在嬉戏 路面空旷并没有点出景物 陈成坡从1926年起,连续三年创作嘉义街外 1926年,这幅是他第一次入选日本第七届地展 也是日治时期,台湾人第一次以油画入选地展 意义格外重大 这三幅图画的是从垂阳路望向国华街的位置 当年已是嘉义城的郊外 垂阳路在60年代 由大河河沟加盖城市区六县东西巷干道